請你幫我這樣做 平時你非常喜歡吃甜食的人 或是含糖飲料 糖它會讓你的免疫細胞 它的活性降低 比較容易就是說 免疫細胞它沒有功能了 你的感染的機率就會增加 再來第二個就是 喜歡吃高油膩 高油脂的這些食物 因為高油的食物一樣 也會讓我們的免疫系統 它整個功能是混亂的 所以這些來講是說 平時你在預防來講 高糖高油脂的食物 就要盡量少吃 如果是說現在特別 已經是在感染的階段了 除了高糖要避免之外 另外還有像一些 刺激性的辛辣的食物 辣椒 胡椒這些調味料 刺激性的也要少吃 然後再來就是 一些像含咖啡因或是酒精的 咖啡茶 酒精性的飲料 這些比較容易利尿的東西 這時候在發炎階段也要少吃 那其他發炎階段 溫補的食物也不適合吃 像一些 藥膳是不是 對 藥膳 食泉排骨湯 麻油 老薑 這跟有關聯嗎 太溫熱的 熱或是溫補的食物 會讓它發炎更嚴重 有 有 會更不舒服 所以發炎階段 這些都是要經常避免的 對… 對… 好… 對… 請我…